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韩国贸易部11月中旬公布的数据,记忆体晶片出口在9月份同比下降18%后,10月较去年同期增长1%。这是16个月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 其中,韩国多晶片封装NCP存储晶片引领反弹,出口同比增长12.2%。而最盈利的类别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的出口额一年多来首次将跌幅收窄至个位数,10月份下滑8.1%。 半导体是韩国经济出口的支柱。韩国央行预计,如果贸易改善持续下去,明年韩国经济将增长2.2%,这相比今年预计1.4%的增长有所回升。 韩国10月的海外整体出货量自去年底以来首次出现增长。这对该国的增长前景和全球经济需求的复苏来说是一个积极的讯号。 11月中旬,其技术出口的细分证实了半导体将引领韩国出口增长并支撑经济势头的观点。 对技术出口的技艺部分析显示,韩国10月份显示其销售额同比增长13.1%,较一个月前的1%增幅有所回升。 手机出货量下降3.3%,降幅比9月份5.2%的降幅更为温和。 另外,日本存储制造商凯霞公布第二财机运营亏损1008亿日元,约合6.645亿美元,因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使用的存储晶片需求下滑,令获利受到打击。 自大流行以来,存储晶片制造商一直在努力应对需求下滑,市场供应过剩,行业整合,压力越来越大。 虽然对人工智慧的投资有望提振存储晶片行业,但用于数据存储的NAND快闪需求的反弹尚不明朗。 凯霞表示,销售价格已经触底反弹,预计明年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的存储出货量将会增加。 此前,凯霞一直在与西部数据谈判合并适宜,10月底有消息称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反对派实际上冻结了该交易,双方还未能就条款达成一致。 随后,西部数据宣布将剥离一直面临供应过剩问题的快闪业务,并宣布为其部分债务进行新一轮融资。 此次分拆将是西部数据保留其传统的硬碟驱动器业务,并创建两家上市公司。 与此同时,SK海力市在10月底举行的第三季度业绩电话会议上表示,由于前瞻需求尚未完全恢复,明年的投资将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 投资主要集中在HBM领域,特别是与下一代HBM3ED RAM扩增和用于堆叠的西川透电极TSV相关的投资被优先考虑。 不过,在一次11月中旬的活动中,Tark Yung Ho分享了SK海力市HBM的业务成就和贵来展望。 SK海力市联席执行长兼副董事长Tark Yung Ho表示,预计到2030年,公司高频款记忆体HBM出货量将达到每年1亿颗。 一位合作伙伴公司的相关人士表示,与其说是对7年后HBM出货量达到1亿的数字预测,不如说公司管理层和员工都因HBM击败竞争对手的成绩而受到鼓舞。 Tark Yung Ho在活动中鼓励合作伙伴公司的代表们,表示虽然设施投资减少,整体上可能会更加困难,但将一起渡过难关。 他还强调,SK海力市将于2027年按照计划在龙人半导体机群内的工厂生产半导体。 记忆体晶片需求低迷之外,韩国的逻辑晶片也一直在苦苦追赶。 当年苹果推出第一代iPhone后,iPhone晶片一直是由三星代工,但2016年iPhone7开始,三星却被台积电取代,由台积电代任独家代工厂。 这些年来,三星晶圆代工事业的4奈米制程,无论在晶片效能及良率上都落后台积电一大截,导致许多大客户都投向台积电怀抱。 但韩国财经新闻网站Chosenbase近日引述消息报道,三星4奈米制程技术近来大幅提升,良率已在去年11月突破70%大关,如今已能和台积电并驾齐驱。 尽管三星晶圆代工事业,近年相继流失苹果、辉达、高通等大客户后,一度陷入低迷,但近日终于出现翻身机会,因为外媒引述消息报道,AMD采用35C架构的新一代晶片,打算由三星4奈米制程代工制造。 内情人士透露,AMD采用35C架构的新一代晶片包含众多型号,其中低阶晶片将由三星4奈米制程代工,高阶晶片则由台积电三奈米制程代工。 韩国业界认为,台积电三奈米制程技术在完整性、整合度及效能表现上还不够成熟,因此对AMD而言,三星4奈米制程与台积电三奈米制程技术相当。 具体型号来看,AMD的Promesius处理器将由三星和台积电共同生产。 其中,三星将使用其先进的4奈米工艺技术制造基础版本的Promesius处理器,而台积电则将使用更先进的300米工艺技术来生产更高级别的Promesius处理器。 假设三星成功取得AMD-35C晶片订单,未来更有机会吸引AMD考虑三星3奈米GAA制程。 韩国产业经贸研究院研究员Kim-E-Nag-Pen表示,假设三星成功争取到AMD-4奈米晶片订单,将为三星日后抢供四伏器大晶市场垫顶基础。 四伏器晶片过去一直是三星晶圆代工事业的弱点。 目前,全球只有两家晶圆代工业者具备三奈米及五奈米制程技术,分别是三星及台积电。 虽然台积电近年成为多数晶片业者的御用代工厂,但在AI晶片需求暴增后,台积电产能已经满载,令不少客户开始考虑采用三星作为替代代工厂。 三星早已嗅到商机,在近日发表改良版的四奈米及五奈米制程,良率及效能双双提升。 三星最新旗舰晶片Exynos 2400将是第一批采用三星四奈米制程生产的晶片,而三星第二代三奈米制程的良率也接近70%,预定在明年上半进入量产。 如今,三星正在积极扩展其四奈米工艺,以能够从台积电那里获得更多订单。 在关键的良率方面,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台积电的四奈米工艺良率达到了80%,而三星的四奈米工艺已经从年初的50%提升到75%,与台积电相当。 对此,外界猜测,高通、徽达等大客户可能会回流采用三星工艺。 据此前爆出的苹果高层会议记录显示,台积电三奈米制程的良率接近63%,报价比4奈米高出一倍。 因此,随着三星今年较大幅度改善良率和产能,再加上台积电今年决定涨价,很多大客户可能会从成本等角度考量,寻找第二供应商以分散外包生产订单。 总体来看,三星已获得AMD的订单,将使用其的四奈米工艺技术,为AMD生产基于35C架构的处理器。 目前,这一消息在多个渠道得到了证实。 如果这笔交易最终达成,这标志着AMD对其制造战略进行的调整,以实现多元化供应。 其中,AMD的考量已经从工艺节点、生产良率、成本等因素,扩展到产能、生态链等多个角度。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